佛像 身色紫禁 金中最殊胜的 相好数特 紫禁 自摸真经色神 我们在48月 修过 相好 观经书 无量受付 有八万四千相 我们这个世界 古印度 他们对于人相 有个标准 这个世界大富大贵 帝王的相 32相 80种好 所以经常常讲 32相 80种好 那是印度人的标准 极乐世界的标准 不是的 极乐世界标准 谁有八万四千相 有八万四千相 有八万四千好 八万四千 谁先好 古印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这样的想 生到西方 西方极乐世界的每一个人 无论你从哪里去往生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通通是这个想 跟阿弥陀佛相同的 往生到极乐世界 不是这个身体 这身体丢掉了 不要了 俗话说 灵魂去往生 在佛教不说灵魂 是灵性 灵性是自己 真正的自己 灵性到里面往生 生到莲花当中 这个莲花是阿弥陀佛 本月威神 很加持 莲花也是我们自己 自信变现 自己自信变现 阿弥陀佛加持 在莲花里面 莲花没有开 莲花里头产生 不思议的 碎变 变化 就像蝉 好比蝉 你看蝉 吐丝 结成茎 它在茎里头 在茎里头 就产生 睡眠 变成 像蝴蝶一样 变成 飞火 它出来了 整个 产生变化了 那我们这个变化 就在莲花里 莲花没有开 莲花一开之后 神像 跟阿弥陀佛像 完全一样 也是 八万四千像 每一个像 有八万四千 随行好 不可随 你看 光中化佛 一夜光中 化 无量 一佛了 每一尊佛的像 都跟阿弥陀佛 相同 我们到极乐世界 我们的神像 跟阿弥陀佛 一样 人人都一样 那都认不得了 大家在一起 哪个是阿弥陀佛 这个没有关系 你有神通 你有智慧 决定不会认错 虽然相貌 完全相同 你知道 为什么 极乐世界 会有这样 奇妙的境界 这是阿弥陀佛 在因地修行的时候 参访了 一百一十亿个佛国度 一百 年百二十亿 这是表法 都是表圆满的 社方 祝福刹土 他都去访问过 都去参许过 看到 看到祝福 刹土众生 心不平 烦恼 很重 相貌好的 就傲慢 相貌不好的 就自卑感 觉得不如人 生这么多的烦恼 所以 他就发了个愿 将来 他的这个道场 国土 相貌完全相同 就不会有这种烦恼了 大家都平等 对呀 借大欢喜 发这样的愿 这个愿果然成就了 在连胎里面 就让你产生变化 我们现在讲 化学变化 连华叶开的时候 你的身相跟佛一样 你看到所有的人 统统都是一样的相 生欢喜性 生清净 平等性 不生烦恼 这个我们要 感谢阿弥陀佛 不失他的加持 不可能 有这个境界出现 不可思议的境界